做销售,如果只顾着讲自己爱讲的话,是赚不多钱的 如果只顾着对客户讲产品有多好的销售员,也是卖不到产品的 谁都知道卖花的人肯定是赞花香啊 客户到底想要什么?喜欢什么?最需要的是什么?有没有了解清楚? 客户是不是一定要跟你买这个产品? 如果客户没有跟你买这个产品,又会有什么损失呢? 这些种种的原因有没有了解更深? 上几集我有说,要爱产品,产品就会帮你 这一次我要说,要爱客户,客户才会相信你 你有多爱客户?会爱客户如爱自己吗? 问自己,做销售做了这么久,有没有试过客户倒转来送礼物给你呢? 客户会送礼物给你,那是因为你卖的产品帮了客户 客户知道你是真心对待他的 所以客户也会爱你这一个难得的销售员 如果做销售只会顾着讲产品有多好的话 永远都不会做到好的秀 也无法得到客户的心 因为你根本没有真心对待客户,去爱客户 你只是要在客户那里赚钱的了 所以做销售的,要有客户群,就要爱客户如爱自己 不是自己讲,自己爽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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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